这种形态 伊恩微微醋梅 它不禁想到一种名为采右吸虫的寄生虫 那是一种会寄生蜗牛 令蜗牛的眼饼骨胀突出 并且不断蠕动 吸引这些蜗牛被鸟类食用的寄生虫 它可以操控蜗牛的行动 让对方违背自己的夜行常态 在白天就前往树叶的高处 被其他生物狩猎 虽然不知道聚息体内的寄生虫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这种异常的行动的确不符合青甲息平日的行动模式 这种遏制寄生虫 显然可以影响生物大脑 这才几分钟 就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 虽然青甲息不是魔兽 没有体内原质循环的确容易被寄生 但速度实在是快的有些过分 从腰间取出重渊铁剑 伊恩漫步向前压去 卫手的西裙首领发出了狂吼 这头三米多长 重达半吨以上的巨兽低头 将头顶突起的撞脚对准眼前的敌人 然后便猛力冲锋 轰轰轰 地面震荡着 即便不是魔兽 青甲息的冲锋也如蛮牛冲撞 搭配那一身坚固的铠甲带来的力量传导作用 即便是丛林中的霸主锐爪虎也会暂避锋芒 但伴随着一声长剑震荡的铿腔翁鸣 伊恩已经举剑 挥出 剑还未至 一股肉眼可见的水鼠原质便已凝聚在剑刃之处 而后化作实质化的水刃破开空气 带着足以斩碎尖岩的力量直朝倾甲息的头颅激射而去 这水刃并不锋利 毕竟没有专门的收束结构 但其力量却浑厚至极 简直就像是无形的撞脚锯锤 它撞击在青甲息的头颅时 那原本坚固到可以顶碎胶石的头骨连带撞脚都像是酥脆的饼干般崩解碎裂 甚至就连脊椎都被轰的结构变形 骨骼寸寸碎裂 仅此一剑 伊恩甚至都没有动用真正搭配重渊铁剑的土属性原质 就将为首的青甲息斩杀 谁说水刃没有刃就不能杀人 感觉这种水刃重锤也有点发展潜力 至少对于重假敌人来说是如此 怀着这样的心思 伊恩再次看向西群 理论上 西群之父被击杀后 他的配偶和子嗣应该会四散而逃 就连领袖都打不过的敌人 他们上也是纯颂 血脉中的传承本能不会让他们把生命送在这里 但其他五头大大小小的青甲息 在看见伊恩斩杀大西后 却并没有半点退缩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之前的这场战斗 因为身体素质并不如大西 所以他们现在才开始嚎叫 然后将目光锁定伊恩 紧接着 便像是之前的大西那样 一个接着一个 没有半点协同的依次冲了过来 一时间 空旷的溶洞中响起西群冲锋的轰鸣 一头头巨膝踩踏着西腹的血 对着敌人进攻的步伐震荡大地 显得格外悲壮 而伊恩只是初见 初见 仅此而已 便将他们的头颅全部都轰碎 无手的躯体瘫软在地 时不时的抽搐着 升华者对普通生物的优势是全方位且碾压的 伊恩一剑挥出的力道可能比青甲西整个体重都重 这战斗根本毫无悬念 但它却并没有放松 而是在第一时间就来到西群尸体旁边 俯下身观察对方碎裂的头颅中 那些还在不断蠕动蓝黑色小虫 这是一种肉眼很难看见的小虫 只是数量极多 聚集在一起 便形成了蓝黑色的蠕动小点 这些小虫其实正在不断的死亡和更新地带 蓝色的是活跃的 黑色的就是死去的尸体 原本 青甲西的眼睛处 已经快被这种蓝色的寄生虫给占据 甚至开始释放淡淡的荧光 但随着宿主的死亡 这些寄生虫也都开始失去活性 令青甲西的眼瞳和表皮处都变得清黑 银色的流光扫过这些小虫 遏制寄生虫未命名 南海一记群种 第一能及卓越 栖息在南海地底一记生态圈中的恶性寄生虫 需要生活在适宜的流水和生物体内 主要袭击生物小脑 额叶与涅叶区 吞噬完后会取代其功能 如果宿主死去 亦或是脱离适宜环境 将会很快死去 通过伤口接触寄生 虫卵无法突破粘膜 如若饮用 只要口腔胃部没有伤口 就不会被视作终端宿主 这次银色芯片的数据就不是很多 虽然具体的寄生虫大小 能及和微观键膜也都有 但伊恩真正需要的信息很少 未命名吗 看来我是第一发现者 站立起身 伊恩若有所思 西裙被寄生 应该是它们的口腔和胃部有伤口 野生生物大多如此 故而大量饮水后 被水中的寄生虫侵入 这是一个第一能级的寄生虫 换而言之 就是生华种 对付无能级的普通巨蜥 的确是手到擒来 倘若是生华者的话 即便是体内原质的自发流动 都能遏制住寄生的趋势 流淌在生华者中的原质 是一种微观的纯能态结构 可以与细胞气藕合相嵌 让人体进行生华 即便是纳米机器人 也不可能比它更微小 解决个寄生虫当 真是轻而易举 伊恩又耐心等待了十几分钟 用剑切开巨蜥的身体 确定血肉深处的绝大部分 寄生虫都死亡后 它才微微点头 生命力不是很强 主要寄生部分是大脑 但也有朝着全身扩散的趋势 有些鲁莽了 我应该再多等待一会 看看这些寄生虫成熟后 是什么模样 此刻的少年神情淡漠 它并没有因为这种寄生虫的 恐怖恶心感觉到不是 反而有种浓郁的好奇 伊恩抬起头 看向这条蓝色河流 它靠近观察 发现正如同它所想 这条占蓝色的河流中 所有蓝色的细微成分 都是虫卵和小虫的尸体 虽然也有一些矿物成分 但那显然不是主要因素 这一整条河 都是一条寄生虫之河 上游应该就是这些虫字的巢穴吧 抬头看向这条小河的上游 伊恩陷入沉思 看来地底遗迹群不仅有生态 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生态 倘若仅仅是危险的话 其实并不能让伊恩停下脚步 别看这寄生虫看上去恐怖 实际上对它来说 下河洗澡都不会有任何关系 有着银色芯片和古龙心河的它 哪怕是和巨蜥一样喝满是寄生虫卵的水 也不会因此而被感染 反而可以将它们都变成优质的蛋白质 但有一说一 也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 好奇心是好东西 大可不必用在这上面 真正令伊恩陷入沉思的 其实是那些在巨蜥眼部徘徊 闪动的寄生虫 这让它想起了六年前 发生在南岭背部殖民地的一场瘟疫 闪文正 少年轻声自语 他的语气带着低防戒备 吐住当年散步的闪文正 难道说和这种寄生虫有关系 看见有人说短小感觉没看 但是今天前三张算是一个导入剧情 你不能指望一出场就立刻嘎嘎乱杀意 或是立刻就开始什么都知道 因为不爽这种评论 今天再加更一张 不是要你们之后都刷 我真的很烦 每次写个过度导入剧情都有人狂刷 今天有九千字 希望大家别老说什么短小 看了好像没看的话 任何小说都有其转折过场的剧情 一记得描写我也是很用心的 红山基地的剧情相当重要 我正是重视 所以才不愿意随便的展开 希望大家劳动节快乐